大家好 歡迎鎖定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 我是方彥迪 我們先帶你來直擊在高雄鳳山 驚傳 魯仁林虐案 被害人疑似因為債務關係 跟人談判 遭到對方四人 持棍棒毆打之後 直接壓上車載到洗車場 林虐 警方一開始 貨報是打架到場時 沒看到人 只有留一台機車 調閱監視器發現竟然是魯仁 巡線找到了洗車場 特勤警察用電鋸破門攻堅 13個小時內成功救出肉票 大批特勤警察賀槍實彈 用電鋸鋸開洗車場鐵捲門 鐵捲門鋸開後 特勤警察破門攻堅 進到洗車場內發現兩名歹徒 歹徒知道跑不掉了 完全放棄抵抗 警方當場把人壓制上銬 救出被害人 也在其他地方再逮捕兩名共犯 總共四名歹徒 原來這是一起疑似 債務就分演變成魯仁 事情發生在高雄鳳山區 七月三十一號凌晨三點多 被害人跟主賢還有其他三名共犯 因為債務相約談判 但被害人遭到亂砰殴打 接著被壓上車 載到前津區的洗車場 被打到頭破血流疑似遭到領虐殴打 民眾報案有人打架 警方也夠謹慎 就算到場沒看到人 調閱監視器發現竟然是路人案 十三小時內火速破案 救出被害人 但懷疑可能還有其他共犯 擴大整半中 國內疫情持續兩萬多例 指揮中心今天宣布 本土新增兩萬零八百二十四例 而在重症個案當中 新增了三例兒童missi個案 其中有一位六歲童 他沒有確診記錄過 醫師沈正南表示 在八月八號之後 將會出現疫情曲線拐點 BN5將會在社區當中 逐漸的擴散開來 有醫師引用了美國研究發現 有四分之一的確診者 在八天之後仍然具有傳染力 多位專家預估 在一個月就會造成大流行 必須要先把疫苗打好打滿 國內疫情持續兩萬多 指揮中心三十一號宣布 本土新增兩萬零八百二十四例 死亡三十四例 中重症八十八例 重症個案當中 新增三例兒童missi個案 一名一歲的小女童 在確診一個多月後 出現發燒腹痛嘔吐等症狀 一開始以為是急性腸胃炎 後來才判斷是missi 另外一位六歲的男童 二十五號出現發燒頭暈 二十七號高燒到三十九度送醫 成為了國內第二起 未確診新冠的missi個案 第三位雖然五月二號 有打過一劑疫苗 但仍然在七月十八號 因為睫毛炎扁條腺腫而被判定 為missi 醫師沈昭南表示 八月一號有機會挑戰第三個下探 兩萬例以下 八月八號之後 將會出現疫情曲線拐點 有可能臺灣的社區會面臨下一波 有醫師引用美國的數據發現 沒有數據支持五天或任何短於十天的隔離政策 有四分之一的確診者 在八天之後仍然具有傳染力 指揮中心認為口罩仍然是最後一道防線 八月的防疫規範也暫時不會更動 BA.5已經進入社區 必須把疫苗打好打滿 面對即將再起的疫情 才有足夠的保護力 記者林鄭監 王一仲 台北報導 素希卻發生了驚悚的跳水事件 在新竹有一位素希教練 他從後方抱著女遊客 準備要從岸邊跳水 當時女遊客已經抗拒大喊了 我不要 但是這位教練完全不理會 直接向後仰雙雙掉進溪中 救護員表示 這樣跳水是相當危險的 可能會癱瘓 成為植物人 從三明高跳進清澈溪谷 漸起超大水花 戶下嚴嚴 民眾素希跳水 想要清涼一下 卻有人拍下這驚悚一幕 一二三 教練從後面環抱女遊客 一個後腰摔 撲通一聲 往後重重摔入水中 現場歡呼連連 但遊客一開始看來 相當抗拒 第二趟就跳喔 不要 第二趟就跳 好 你要啦 一旁起哄之下 遊客逃也逃不了 跟著教練向後甩進水裡 畫面相傳網路引發爭議 網友說 頸椎非常脆弱 加上女生肌肉強度不夠 只要一點失誤 沒死也會癱瘓 危險動作不只一樁 同個地點 同個業者 這名遊客則是整個人倒掛 頭部朝下摔進水中 讓人看了心驚膽戰 人在向後落入水面的時候 有可能會造成高位頸椎的傷害 有可能會癱瘓 甚至造成植物人 業者懷疑 當下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可能是同行相繼 蓄意抹黑 業者掛保證安全無餘 但是教練強人所難 就帶著遊客做高難度的跳水 要是發生意外 誰來負責 記者和孟前吳一軒 新竹采訪報導 超商店員竟然被副店長 直接困在了冷藏櫃裡頭 這是在新北中和 有一位超商店員控訴 在冷藏櫃捕獲的時候 副店長明明知道 他在裡頭竟然直接將門關閉 害得他受困四度低溫 整整二十分鐘 他質疑就算兩人曾經有口角 但這樣的做法真的會害死人 我可能會凍死在裡 我去補 然後沒過幾秒之後 他就跟著走進來 然後幾秒之後他又走出去了 但我要出去的時候 門就打不開了 新北永和十八歲的成信店員 二十二號晚間和副店長起衝突 下班後到冷藏櫃補貨 期間副店長還有進來取貨 想不到店員隨後要出去 卻發現門完全打不開 在四度的冷藏櫃內 受困長達二十分鐘 最後是靠著轉開緊急逃生鈕 才得以脫困 推開發現兩箱可樂堵在門口 我平常不放在那裡 懷疑是副店長動手腳 找上對方對職 得到的答案卻是不小心的 五分鐘後更收到老闆來訓 質疑他對上司態度不佳 要他不用來了 雖然解釋後保住飯碗 但至今對方沒有一句道歉 公司高層同樣冷處理 他們就只是跟我說 他們會加強員工的教育訓練 我說那我的賠償呢 那我的道歉呢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沒有辦法負責這個 超商回應就是個人不當行為 捕獲SOP 冷藏櫃不能完全關閉 未來會再對員工加強教育訓練 雖然副店長聲稱是不小心鎖門 但雙方如今撕破臉 陳小姐也準備提告求償 為自己討個公道 記者黃天耀有桃 新北參謀報導 台中知名景點 彩虹眷村 30號晚間傳出 居然有人刻意的 用油漆破壞六面彩繪牆 警方逮捕到14人 發現這些人 居然還是彩虹眷村的經營團隊 彩虹文創公司 他們疑似不滿文化局 以修復彩虹眷村工程為由 要求他們要遷出 因此以油漆大面積的覆蓋了原畫 對此台中市府震怒提告毀損 而99歲的彩虹爺爺表示很難過 他只呼睡不著覺 批評經營團隊是壞人 是大壞蛋 四名男女拿油漆粉刷彩虹眷村的牆面 六大面牆全變成紅一塊 紫一塊藍一塊的 原本的彩繪化作憑空消失 文化局發現報警 發現休守共有14人 他們居然是彩虹眷村 經營團隊的老闆和員工 彩虹眷村是國際知名觀光景點 每年吸引超過百萬人到訪 不少民眾第一次來 得知牆面遭毀壞 直呼可惜 而經營團隊疑似不滿文化局 要找人來做建築加固工程 要求他們遷出 他們因此把原畫作覆蓋掉 99歲的彩虹爺爺得知消息 難過痛心 批評經營團隊是壞人 大壞蛋 彩虹眷村經營團隊則強調 他們塗銷的是屬於他們的創作 而非爺爺畫作 爺爺早就沒有創作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來塗掉 不算毀損 怎麼算毀損 我自己的東西 我今天塗掉了 明天市政府從來沒管 文明世界的彩虹眷村過去就有版權爭議 如今又因為波漆繪畫陷入風波 記者揚聲成果二王 是韓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染疫死亡人數持續增加 今天又再新增了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 他是因為肺炎而住院 卻在住院七天之後 確定感染了Omicron 隔天就死亡 而今年累積染疫的死亡人數 破了8074人 有分析認為死者大多都是有簽署過 放棄急救DNR 才會拉高死亡率 但是專家認為 抗病毒藥物跟快篩 未能夠及時到位 這才是主因 把高死亡率都推給了DNR 似乎有甩鍋之嫌 染疫死亡人數持續增加 死亡個案當中 有一名二十多歲男性 沒有接種疫苗 七月八號因為肺炎發燒 三十九點六度送醫 卻在醫院內待了七天 在七月十五號被傳染Omicron確診 病況持續惡化 在二十六號病逝 今年疫情爆發 已經累計死亡破八千零七十四人 致死率目標從萬分之十 到現在已經有萬分之十八 有分析認為死者中 太多人曾經簽署放棄急救DNR 專家分析國內高死亡率 恐怕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長者疫苗打得不夠 包括六十五歲以上 還有五十點一萬人 未曾施打一劑疫苗 再來是拒絕心肺付出數 或是衛生醫療DNR 去年佔百分之十七點八 今年佔百分之三十六點四 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了 才被加到重症名單 請問死人怎麼救 醫師陳鵬宇表示 醫生如果臨床判斷 病患狀況急插 插管之後兩週無法拔掉管子 必須氣切裝呼吸管 才會傾向不插管急救 不電急 不急救 但是不代表不治療 如果他嚴重發炎的時候 會給類固醇 有合併感染 給抗生素 我們都持續進行 醫師表示只要長者快一點 去打疫苗 第一步就能夠防止重症死亡 避免掉急不急救的難題 再來只要抗病毒藥給得夠快 自然能夠降低死亡率 記者林鄭堅王一仲 台北報導 台八線中橫林山路段 在今天下午發生土石崩塌意外 這整片山壁 就像是黑色瀑布一般 傾斜而下 雙向路段都中斷 無法通行 山區大雨釀災 今年第六號颱風翠絲也生成 氣象局警告 接下來全台都要留意強降雨的發生 公路前方出現黑色瀑布 仔細一看竟然是山壁岩石 大片崩落 所有用路人都不敢再向前 崩了 崩了 整個岩壁崩落伴隨巨大石塊 不時還有樹幹連根拔起衝下 從另一個角度看 崩落的寬度達到數十公尺 怪手也不敢前進 樹凳中的巨石 重砸路面 接著像籃球一樣彈跳後 搬入山谷 台八線76.5公里處 台中離山路段 31號下午傳出邊坡探方 現場持續有大面積崩落 公路總局來支援的機具 完全無法介入處理 連日大雨山區土石鬆動 週日更深沉 今年第六號颱風翠絲 台灣附近有雙台 但氣象局表示 路徑向北對台灣影響不大 反倒要特別留意 強降雨發生機會 這個第二代在明天開始 就會由西往東 逐漸的通過台灣地區 所以在週一週二週三這三天 會是這波第二代影響 最明顯的時候 各地都會有 短延時強降雨的一個現象 週一開始全台各地 都會出現局部短暫震雨或雷雨 尤其山區容易出現強降雨 民眾最好避免進入山區 以免碰上土石崩落 低洼地區也必須注意排水 沿防蠔雨淹水涼災 高雄有民眾到岡山一間 連鎖壽司店 卻發現在壽司回轉台的對面 家長帶著小孩卻放任孩子 伸手進旋轉軌道內 觸碰到壽司 連續用手撥弄兩個壽司 讓民眾看了相當傻眼 而家長繼續聊天 也都沒有出聲制止 這畫面一出 讓許多民眾看了覺得超沒衛生 影片中家長帶著孩子去吃回轉壽司 但小朋友的手居然伸到壽司軌道裡碰啊碰 甚至剥掉壽司料 壽司直接倒下變形 一旁的家長卻還在聊天 小朋友手又再伸了一次 全被民眾拍了下來 民眾將影片PO上網 表示小孩已經弄掉壽司好幾次 店員也都有提醒 家長卻依然放任小孩繼續急落壽司 不少網友看了直說 父母到底在幹嘛 超沒衛生 家長聊太開心 都沒看小孩 手上還是多多少少可能會有病菌 所以儘量還是避免碰觸到食物 民眾擔心手上細菌這麼多 碰到食物該怎麼辦 事件就發生在高雄岡山某間連鎖知名壽司店 家長疑似放任小孩伸手進旋轉軌道亂摸亂碰 讓人看了都直呼超沒衛生 店家表示目前還是柔性勸導 再看一次壽司被小孩用手擊落 家長卻沒制止 若有人持下肚出了問題 後果誰來負責 記者紅鳳人羅菜堯高雄報導 台灣便利超商密度高 還有用餐空間超便明 不過有網友在臉書po文 指出有七大兩小的顧客 竟然在超商內有直接鋪上了餐店 邊演餐還邊做起了勞作 簡直是把便利商店當成才一般 畫面一出立刻引發網友的議論 網友直酸真的把超商當你家了 大人帶小孩動手坐牢坐 桌上擺滿各式工具和裝飾用品 才以走學活動 大小朋友開心DIY 但仔細看這個地點 竟在超商裡頭 民眾直擊七大兩小把超商當成自己家 不只在桌面鋪設餐店 還大喇喇坐美樓 連店員也無奈問到 他們是來野餐的嗎 而照片一出引發網友論戰 有人說店家沒規矩就沒有問題 但也有網友痛批 原來手機裡面可以板的啊 人家給方便真的當隨便 實在不可取 可能只是想要吹冷氣或什麼的 這樣佔用太誇張 因為這個是算是公共的空間 所以不宜把它當作比價 也算是有點太超過了 超商內民眾使用座位區 畫個手機發呆聊天時常可見 但長時間佔用的 恐怕還不只這些 不只超商外座位區 民眾用來圍爐吃火鍋 也有人吃到店內去 滿桌食材瓦斯爐上還擺著鍋子 三名男子在超商內大客火鍋 自己行為還有著妝 不說還以為來到理髮店 女子專業的拿著剃刀 在超商內幫男童剪髮 直接男童披著塑膠袋 頭髮一縷一縷飛落地面 網友笑說全家真的就是你家 超商always open就是隨便你們 雖然超商內座位區都有貼著提醒標語 希望民眾別長時間佔用座位區 但如果沒有消費者特別反應 店員多半還是會睜一眼閉一眼 以客為尊 民眾佔用無法客觀 只能提醒注意觀感 新竹有一位同期犯 29號下午從台大醫院探完 並走上大門遇上了遠景巡邏 眼神閃爍遭到盤查 他拒絕配合 跟警方爆發衝突 最後被噴辣椒水 倒在地上哀嚎狼狽落 身痠吊肛的男子 面對警方團團包圍 說什麼就是不肯乖乖配合 遠景對他祭出辣椒水壓制 不要亂我 我開車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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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亂中來不及閃 滿臉都是辣椒水 嫌犯眼睛痛到睜不開 倒在地上痛苦掙扎 我會給你啊 衝突發生在29號下午 27歲父親男子 從新竹台大醫院走了出來 還原警隊道演眼神閃爍 遭到盤查 原來他是名炸漆犯 遭到通緝到處躲警察 原本趁疫情和緩 到醫院探病 沒想到才剛走出大門 就被帶 原以為混在人群中 進到醫院探視親人 不會被發現 但躲得了一時 還是被原警眼間抓人 逮捕歸案 記者何孟謙 採訪報導 高雄三民區住民商圈裡 有男子寄到了一間服飾店內 他假裝要買衣服 沒有想到是拿出手機 偷拍女店員的群體 而且就這樣連續偷拍了六次 店員最後覺得奇怪 才用門口玻璃門 看到了男子偷拍行為 直接報警 但是男子當場開溜 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走入服飾店內 東晃西晃 在指向架上最高的衣服 請店員拿給他看 就在店員轉身後 男子迅速壓低身體 將手機伸進群體偷拍 他就覺得逮到機會 他就跑過來 真的很誇張 說要幫朋友挑衣服 趁著店員轉身 男子居然開啟閃光燈 偷拍完再迅速起身裝沒事 前後連續偷拍六次 店員最後覺得怪怪的 看向門口玻璃門有閃光燈 才當場抓包 我看到反射有燈 然後我就轉過身 我就問他說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說我沒有幹嘛 我就說你不要走 我去打電話 男子趁著店員報警 偷偷摸摸走向門邊逃跑 事件發生在高雄三名 著名商圈裡的服飾店 一名男子假借買衣服 趁著四下無人 偷拍女店員裙頂 讓店員受了不少驚嚇 不過幸好穿的是酷裙 女店員報警後 警方也將深入追查 就怕偷拍男子用同樣的手法 還有其他女性店員也受害 記者洪夫人羅彩瑤高雄報導 台中賽車場發生火燒車意外 無視罪騎士不明原因突然摔車 後方騎士也反應不及追撞上去 前車當場起火燃燒 幸好騎士的傷勢不嚴重 而燒毀的重機是被稱為 重機界法拉利的杜卡迪 這一輛價值近140萬元 騎車在賽道上 前方有濃煙只串千計 騎士連忙減速 兩輛重機一前一後倒地 杜卡迪起火燃燒 另一輛則側躺在後方相當驚險 火勢越來越大 其他騎士紛紛停下車 民眾趕緊衝上前幫忙 周火車到場 將年約50歲的傷者 抬上單架緊急送醫 索性只有擦傷而愛車已經變成這副模樣 被稱為重機界法拉利的杜卡迪 一輛價值近140萬元 油箱和座椅全被燒到焦黑 甚至融化變形 一旁的工作人員協助滅火 台中這一座賽車場 31號舉辦賽道日活動 許多重機騎士參與 但上午9點多疑似一名騎士先摔車 後方車輛反應不及 直接撞上當場起火燃燒 有一台車先倒車 後面那台車好像就A到它 然後也倒後來就騎大火 機油砸出來之後 抹殺生熱 因為要騎火燃燒 另外比較大的可能就是油箱鋪油 在那就是油箱直接抹穿 然後直接漏油 他就直接燒 這回一發生事故的兩輛重機 加起來又價300萬 對此賽車場私下回應 比賽是外租活動 不便多做說明 不過百萬重機意外燒毀 還好歧視傷勢不嚴重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有些人為了維持身材或是健康 會吃健康餐盒 但有網友哀嚎 健康餐盒可比一般便當貴了許多 加上買乳清蛋白 月支出多了將近五千塊 難道健康是有錢人的權利嗎 專家提供四種食材 只要你懂得營養分配 不僅損荷包又能夠 同時兼顧健康 維持健康也要花很多錢嗎 一名網友感嘆地說 減肥是有錢人的權利 這名網友表示 在減肥前七十五元的炒飯 再加上三十五元 共丸湯一百一十元 就可以飽餐一頓 但是自從開始減肥之後 為了想攝取更多蔬菜及蛋白質 無奈健康菜盒一份動 用者一百五十元起跳 再加上健身房乳清蛋白的費用 一個月需要多支出將近五千元 各式水煮蔬菜雞胸肉地瓜 看起來清爽的健康餐盒 沒有複雜的煎煮炒雜 卻是價格不菲 就是調味 有些調味就蠻貴的 但有時候為了 就是可能健身什麼 還是會買一下 有人同感地說 原型食物是真的都很貴 但是健康餐盒 為何會如此高單價 業者透露 因為不能加過多的調味 但又要煮得好吃 烹飪上反而不容易 健康餐盒裡面的菜 都是新鮮搭配來的 所以完全沒辦法 有加工物進去 想省錢又要健康 營養師表示 其實只要懂得 營養素的分配就可以 像是地瓜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每餐至少吃半碗的量 一天再攝取三到四顆雞蛋 補充足夠的蛋白質 另外蔬菜有滿滿的植化素 每天至少要攝取半斤 最後肉類可以取代澱粉 建議在晚餐時間攝取 另外營養師夏子文也建議 如果不想花健身房的費用 可以試試快走 想要有個好身材 如果每天花大且滿營養餐盒 雖然方便 卻不一定長久 挑選自己最適合的方式 才能一直堅持下去 記者綜合報導 夏天吃西瓜對胃又消暑 一次吃不完到底應該要怎麼放 才不會讓營養素流失 營養師就分享了一項研究 並且建議保留水果的圓形 或者是剖半都會比切塊要更好 而冰箱內的水果 也最好要在七天內吃完 熱烘烘的夏天 來片西瓜最消暑 但這麼大顆的西瓜 買回家吃不完 又該怎麼辦 想把切過的西瓜冰冰箱 卻擔心營養素流失嗎 有研究就把冰箱內的西瓜 以三天六天九天後 來測量營養素的含量 結果顯示 放置在五度C的冰箱 冷藏六天時 西瓜的營養素還很多 但放到第九天 營養素就會開始明顯流失 因此營養師建議 七天內吃完比較理想 水果怎麼存放也是關鍵 營養師說 保留水果的圓形最佳 跟空氣接觸面越少 污染就越少 以西瓜為例 剖半絕對優於切塊 或切成三角形 像是芒果或檸檬 也可以考慮 直接放進冷凍庫 製成冰品 就把它擠成檸檬汁 做成冰塊 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夏天吃瓜好處多 營養師更分享 六種瓜類 吃了可以很消暑 冠軍就是冬瓜 吃了可以利尿消水腫 第二名是小黃瓜 再來絲瓜苦瓜西瓜 含水量都有90%以上 這六種瓜類 讓你吃了 提感馬上降五度 夏天不開冷氣 也很涼 九中部綜合報導 農曆七月鬼門開 不少居家民俗禁忌 鬼月不要動工 動土不要買房 也計入錯 因為容易驚動好兄弟 另外兩種東西 不要掛 大忌就是風鈴 和擬人畫的玩偶 風鈴的聲音很尖銳 容易破壞磁場 而眼睛會動的玩偶 可能會引來禍事 鬼月禁忌還是少碰 農曆七月鬼門開不少民俗禁忌 民眾最怕這一些 不要去海邊 就是晚上不可以晾衣服 大多都知道鬼月禁忌 不要玩水 也不要深夜遊蕩 但居家禁忌 其實還有這一些 民俗老師透露 不管是房屋還是工地 暫時不要動工 因為容易驚動好兄弟 也盡量不要選在鬼月一簇 好兄弟容易趁機而入 而晚上不要開陽台燈 傳言會招來鬼魂 但其實是幫好兄弟照路 不要侵犯到他們 也希望他們不要危害到 我們的一些喜事 除了房屋每搞要注意 不要擺的東西 還有這兩種掛風鈴是大忌 因為風鈴聲音太尖銳 容易破壞磁場 女人玩偶 眼睛會動的玩偶 也別擺 擺那個娃娃會附身在你身上 娃娃會起來動就是了 這小朋友的鬼魂 他一般都會依附在這些人偶上面 會招來一些不好的後事 農曆七月鬼門開 好兄弟放假就是要開開心心 鬼門開 禁忌也多 民俗活動祈求平安 順利度過 農曆七月 據黃遜 金獻忠 張春華 關我們屏東做報導 蔡總統愛將林志堅論文案繼續燒 像是論文草稿被寫上請志堅自我發揮一項 論文的封面英文姓氏竟然是姓王 而他的指導教授陳明通在今天發出了近兩千字的聲明 說是他提供林志堅的論文出稿給余正皇來參考的 兩篇論文才因此會如此雷同 在嚴導炮轟陳明通現在根本已經淪為選戰打手 小英愛將林志堅論文抄襲案持續引爆 林志堅公開送交台大學論會資料不到一天 馬上被抓包 翻開2016年論文草稿 第一章研究緣起 一行紅字請志堅自我發揮一下 藍軍泡紅難道意思是剩下的論文通通是別人在寫 何必在這個地方特別標注說請他這一段要自我發揮 照這個文字的語言邏輯 是不是說其他部分都是別人提供 2015年研究大綱封面還被發現林志堅英文姓氏竟然變成姓王 被網友大酸搞不好那時林志堅的英文名字就叫超跑王 被發現怪怪的地方還有這裡 林志堅論文檔案被質疑 顯示今年7月20號才建立 藍軍泡紅拿近期修改的檔案到底算什麼證據 一提出證據每一次都被人家抓包有破綻 越描越黑 就怕林志堅自清便自爆 林志堅指導教授陳明通再發2000次聲明救援 陳明通說兩篇論文會雷同 是因為當初他先修正林志堅論文後 再交給剛換題目的于正煌做參考 聲明強化並且證實了 是他把這一份資料交給了于正煌 我是不知情的 于正煌的委任律師則回應 將考慮用司法訴訟方式解決雙方紛爭 民進黨已經決定要斷陳明通的尾 求林志堅的聲 顯然選舉對民進黨來說比什麼都重要 陳明通現在根本沒在管所謂的國家大事 甚至已經成為了林志堅的選舉打手 兩份幾乎雷同的論文 甚至錯字通通一樣 這場核彈級風暴 意識恐怕還很難落幕 記者黃毅俊離選 SNG小組台北報導 要讓新北市民居住安全 新北市府規定從一百一十二年開始 集合住宅得每三年辦一次公安申報 特地舉辦了說明會來宣導政策 做筆記拍照錄影認真聽講 這不是社會大學授課 而是新北市宣導集合住宅建築物的公安法令 說明會 民眾假日早起 為的就是住的安全 安居樂業一定是安排在最前 那安立裡面最重要回頭過來就是去 就是居家 那居家跟安全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新北市啊 七十萬棟的老舊房屋 都是達三十年以上 要提升市民居住安全 市府邀請建築師等專業講師 觀產合作推動法令說明會 透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避免高雄城中城的憾事再發生 侯友宜上任推動都更三建的同時 老舊建築的更新也相當重視 希望透過說明會傳遞法令 強化建築物公共安全 打造友善的居住環境 記者中不倒 第六屆U12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在臺南開打 來自十一個國家的代表隊 要爭奪世界少棒殿堂的最高榮譽 臺南市長黃偉哲擔任開球嘉賓 邀請全國球迷一起為中華小將 加油打氣 國旗哥想起中華少棒小將 脫下棒球帽放在胸口 要代表中華隊在第六屆 U12世界盃少棒錦標賽中 拿下佳績 身為東道主的臺南市長黃偉哲 站上投手球開球 為精彩賽事揭開序幕 今年賽事搶手如雲 十一支國家代表隊的好手 齊去臺南要爭奪金獎盃 角逐世界少棒的最高榮譽 黃偉哲說希望這場比賽 能讓小選手們一盞長財 比賽的結果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讓我們這個棒球運動 棒球的精神 大家對棒球的愛好可以延續 今年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把冠軍 被留在臺灣 市府和安南醫院持續合作 高規格落實防疫工作 要讓球員和球迷都安心 歡迎各國小選手來到臺南 市府也送出眾神保佑組合包 各式臺南特色點心給選手品嘗 祝福大家能在比賽裡好好發揮 在臺南留下美好回憶 記者賴關長 吳一軒台南採訪報導